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带领大家进入算法与程序设计第五单元 排序与查找的学习 本单元共有五个课式组成 分别是第一课数组和数组变量 第二课选择排序基本思想 第三课选择排序的描述 第四课顺序查找 第五课对分查找 通过前面课程的学习 同学们一定对变量很熟悉了 我们不仅能定义变量的名称 类型 还能在程序中使用它 其实变量有很多种 在本单元的学习中 我们会用到一种特殊的变量 数组 那什么是数组 数组在程序设计中如何使用呢 下面就让我们开始学习吧 第一课 数组和数组变量 在今天的学习中 我们会做一些小练习 请同学们准备好值和笔 数组是一种常用的数据存储结构 今天这节课我带着大家一起讨论两个问题 一 什么是数组 二 如何使用数组 我们先探讨第一个问题 什么是数组 在我们使用计算机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经常会遇到 对一组类型相同 且相互联系的数据 进行处理的情况 比如某个运动应用软件 提供了每天运动部署排行榜 这些部署值 具有相同的数据类型 整数型 并且都是表示具体的部署 在这个软件中 如果还是用前面学习过的普通变量 来存储这些部署数据 就需要使用很多个 不仅定义麻烦 并且后期的处理也不太方便 其实在程序设计中 我们可以采用数组的形式 存储这类数据 用一个统一的名字 比如这里的D 来定义它们 根据数组的一些特性 方便后期的存储与处理 接下来我们就以此为例 了解数组的一些基本概念 数组是一组顺序存放的变量 数组的下标 可以表示该元素的位置 下标是可计算 可索引的整数 在这里 D就是数组名 下面的D1 D2 一直到D8 这些组成数组的各个变量 成为数组元素 其中 第一 第二等 成为数组元素名 在数组元素名中的 1 2 3 4 5 等 是数组元素的下标 在程序设计中 数组元素下标 可以是一个常数 一个变量 甚至是一个表达式 在数组元素中存放的这些数据 如7482等 成为数组元素值 了解了数组的基本概念 我们来做一个小练习 数组A和数组B的数据存放情况如下所示 请同学们观察思考后 回答下面三个问题 哪位同学能够帮助回答一下这些问题吗 老师 我来试试吧 我认为 第一题 由右边的表格 我看到数值22 对应的数组元素是B4 从前面的概念学习中 我认为它的下标是4 第二题 因为下标2小于3 所以A2小于A3是成立的 结果应该是T 第三题 我在左边的表格中 找到A4的值是2 加上3 是5 我觉得其实要找的是B5的值 然后由右边的表格中 可以找到是24 感谢小达同学的回答 同学们都和小达做的一样吗 有没有不同答案 老师 第一题和第三题 我的答案和小达是一样的 但是第二题 我认为 结果应该是F 因为 从左边的表格中 可以看到 A2的数组元素值是5 A3的是4 5小于4 不成立 很好 感谢小雅同学的回答 是这样的 和普通变量类似 在变量比较的时候 其实是 我们继续学习数组的知识 在前面的学习中 我们知道对于程序设计中的变量来说 需要先定义 后使用 数组作为一种特殊 并且很有用的变量 和普通变量一样 也需要先定义 后使用 数组的定义 和一般变量的定义 和一般变量的定义类似 在VB中 我们采用 DEM数组名 E2N S数字类型的形式 数组名 和一般变量 命名规则相同 这里的E2N 前面的E 定义了数组元素 下标的起始值 数组元素的下标 可以从0开始 也可以从1开始 为方便起见 在接下来的学习中 我们一般从1开始 后面的N 定义了数组元素的 下标的中值值 一般情况下 它决定了数组的规模 数组元素的下标 必须是整数型的数值 后面的数据类型 决定了数组中 所有元素的数据类型 在未必环境中 要求一个数组中 存放的数据 必须是同一类型的数据 比如 我们定义一个数组 DIMM D1图6 asInteger 表明向计算机申请了 用D命名的 6个连续的数组元素 存储空间 每个空间 存放的数据类型 都是整数型 对数组中 每一个元素 都可以进行复制 和访问 在这里 有的同学可能发现 定义数组时 我用了圆括号 而前面讲 数字概念 以及这里表示数组时 用的是方括号 这是因为 习惯上 数组的表示是方括号 但在未必环境中 语法要求是圆括号 所以在后面的学习中 关于数组 我们约定 算法分析 算法分析和流程图中 使用方括号 程序代码中 使用圆括号 对于一般变量来说 我们可以用 复制语句复制 也可以采用 input box的方式 直接将输入的值 复给一个变量 当我们给数组中 某一个元素 进行复制时 必须用数组元素名 来对其进行操作 比如给数组中 第四个元素复制 我们可以用 第四等于十 意味着让 这个数组中的 第四个元素里面 存放十 也可以采用 input box的形式 比如通过 input box 对第五个数组元素复制 如果我们运行程序时 输入了十五 意味着 让这个数组中的 第五个元素里面 存放十五 同样 对一般变量的输出 一种方式 我们可以采用 print的形式 而要输出 数组中某一个元素的值 也可以用数组元素名 如我们输出 数组D中 第五个元素的值 可以采用 print第五的方式 这时输出的 就是第五里面 存放的数 十五 了解了数组的相关概念 以及复制和输出等内容 接下来 我们通过具体实例 来看看在程序设计中 如何应用数组 有这样一个问题 小达同学喜欢运动 经常在跑步机上锻炼 一天 他想了解自己一段时间内锻炼的情况 可发现 跑步机只能显示当天的相关数据 于是 他就想用学过的知识 编写程序 帮助自己记录运动数据 还可以对这些数据 进行简单的分析 下面 我们一起来听听 小达同学的具体要求 老师 我想要的程序 能够记录一周内 每天跑步机上显示的里程数 还能够按照记录的顺序显示 并且能够计算一周内的总里程 平均里程 甚至显示出一周内的最长里程 和最短里程 听了小达同学的介绍 老师认为 他想要达成的程序效果 有多个功能模块组成 包括记录 可以看作是输入 显示 可以看作输出 计算总里程 平均里程 寻找最长最短里程 功能还是比较多的 其实 我们可以将这些功能进行分类 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分别是 输入输出每天的里程数 计算 计算 总里程 平均里程并输出 寻找最长最短里程 并输出 当然 这三类功能 除了输入 应该在前面进行 其他几个 在处理上 没有相后顺序 为了方便分析 接下来我们 一个一个处理 我们先看这一部分 要输入 并输出 跑步机上 每天显示的里程数 我们来分析一下 首先 一周共有七天 跑步的里程数 每天可能不一样 而数据类型相同 如果我们用普通变量 就要定义七个 不同的变量 因此 我们可以定义一个 数组来处理 比如 我们定义一个 规模为七的数组 D 用它的每一个 数组元素 来存储 每天的里程数 同时 我们可以定义一个 变量I 既作为技术器 也用来表示 数组元素的下标 根据数组元素下标 连续性的特征 我们可以采用 循环结构 来设计这个算法 记录每天的 跑步里程数 根据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这样设计 这部分的流程图 让变量I 作为数组元素的下标 从1到7变化 在循环体内 分别对数组元素 进行输入与输出 同时 I还作为循环变量 通过 I等于I加1语句 控制循环 解决了记录 和显示功能的算法 同学们能不能根据 这个思路 想一想 如何计算 总里程 平均里程 并输出这些数据呢 哪位同学 能帮我们分析一下 这个问题 老师 我认为我们可以再定义一个变量 S 作为累加器 用循环结构控制 让表示数组下标的变量 I 从一变到7 将每天的里程数 DI 累加起来 这时我们就得到了总里程 用这个总里程除以7 就可以得到平均里程了 很好 感谢小达同学的分析 其他同学 还有没有不同的想法 老师 我和小达的设计是类似的 也是定义一个变量S 作为累加器 只是我认为这个问题 和前面一个问题 可以放在一起设计 在输入数据后 马上开始累加 循环结束后 输出S 以及S除以7就行了 非常感谢小雅同学的回答 在算法和程序设计中 我们不仅仅要考虑 算法功能的实现 一般情况下 还应该考虑 算法结构的精裂 根据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这样 设计这部分的流程图 再定义一个变量S 因为是累加器 所以先负出值为0 然后在循环体内 在输入DI的后面 添加一个处理框 让S等于S加DI 实现累加 在循环结束后 输出S和S除以7 下面还有一个问题 如何找到最长最短里程 老师觉得 这两个问题是类似的 大家就以找最长里程为例 看看如何帮助小达设计算法 同学们可以结合以前 在循环结构的学习 想一想 找最长里程 和哪个应用 类似 老师 找最长里程 我觉得 可以看作求最值问题 而求最值问题 我记得以前 冯老师在讲循环结构时 用的是擂台法 我们可以再定义一个变量 max 并且 将数组元素的 第一个元素 直付给它 然后 用循环结构 嵌套分支结构 让max和数组 其他元素进行比较 就能找到最大值 很好 感谢小达同学的回答 周老师很高兴 大家还记得 以前学习的知识 是的 在循环结构的学习中 冯老师用擂台法 实现了普通变量 求最值的问题 今天 我们学习了数组 前面的擂台法 求最值 也同样适用 根据刚才 小达同学的分析 我们可以这样 设计算法 首先 我们将数组中的 第一个元素 作为擂柱 然后通过循环结构 便利所有的 其他数组元素 在循环结构的 循环体内 通过单分支结构 实现 擂台法求最值 最后 当循环结构时 输出的max 就是最长里程 请同学们观察这个流程图 想一想 这样是否可行 能不能改进 老师 我认为在循环开始之前 i的初值应该是2 因为i作为数组元素的下标 当为1的时候 数组元素D 1 已经被复制 给表示类主的变量max 它用不着在参与后面的比较了 感谢小达同学的补充 这样的想法很对 针对这个问题 优化的流程图应该是这样的 虽然前面的算法也能正常运行 但循环次数比这个算法多一次 设计好了求最长里程的算法 求最短里程的算法设计 请同学们在课后思考完成 设计好了这部分内容 接下来我们试一试 将这部分代码书写出来 在这段代码中 定义变量将第一复制给max 以及用文本框输出结果 周老师已经帮助大家写好了 请同学们拿出纸和笔 试着完善程序代码 因为循环的次数是明确的 所以这部分代码用 for语句可以这样写 请同学们对照一下 分析到这里 小达同学的程序 想要实现的基本功能 我们都设计出来了 周老师根据小达的需求 并结合前面的分析 编写了一个解决 小达同学需求问题的程序 这是程序的界面 为了方便数据的显示 周老师用五个label空间 进行文字说明 用五个text空间 用于显示相关的数据 用一个command空间 并在它的click事件中 编写程序代码 我们按照前面算法编制的程序 运行后如果我们依次输入 这些数据 程序运行后的结果 就是这样的 我们看到 程序已经将平均里程 最短里程 最长里程 总里程等信息正确显示了 关于这些程序代码 如何完善 请有兴趣的同学 根据前面的算法设计 在课后进行实践 好 今天这节课 我们一起讨论了数组 并通过一个具体的应用 熟悉了数组的特性 在刚才的应用案例中 求平均里程时 我发现 有两位同学 设计了不同的方法 在方法一中 小达同学用了普通变量 通过顺序结构 直接将表示七个数的变量 进行了相加 然后通过除以七 求得了结果 在方法二中 小雅同学用了数组 通过循环结构 采用累加求和的方式 并通过将求得的核 S除以七 最后计算出了结果 请同学们结合 本节课学习后的思考 辨析一下 这两种方法 哪种好 为什么 老师 我觉得方法一比较好 因为它的算法结构 比方法二简单 老师 我觉得 虽然方法一 算法结构简单 但是 如果要处理的是 一千个数 甚至更多数的话 方法一可能就不太适用了 而方法二 只需要简单的修改 对于很多个数学能处理 所以 我认为方法二好 感谢两位同学的发言 就这个问题而言 可能方法一 显得结构更简单 方法二 用到了循环结构 相对比较复杂 但正如小雅同学所言 我们处理数据时 可能不仅仅是七条 当有更多数据需要处理时 用数组 根据它下标连续性的特征 用循环结构处理 是更为普遍的做法 老师 我是小月 当才在大家讨论时 我突然想到 如果将数组元素的下标 和一周内的星期几对应起来 对于今天的程序 我们还可以改进 让程序显示最长 最短里程时 也能够显示是发生在星期几 这样就更清晰了 感谢小月同学 学习就是要这样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不断有新的发现和思考 关于小月同学的思考 有兴趣的同学 课后可以和他一起思考 讨论 实践 其实关于数组的特征 除了刚才大家辨析的以外 我还想补充一点 当我们定义了一个数组时 这些数组元素 在存储器上 存储的位置 也是连续的 所以 对计算机来说 访问同样数量的变量 访问数组 比访问普通变量 效率更高 数组是一种特殊的 十分有用的变量 在我们后面 将要学习的排序和查找算法中 都会用到 在课后 给大家留有思考题 希望同学们通过思考和讨论 深入理解其相关概念 为后面的学习 做好准备 接下来 是思考和讨论时间 同学们 下节课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栏